已经许久没有做过的超级无缝转场系列的教程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瞬间移动的效果 瞬间移动是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效果 好了今天要用的软件是AE 等等别看到AE你就想跑 要直面这个问题 你玩视频你早晚有一天是要学AE的 不如就从这个视频来学一下这个简单的特效吧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 首先打开AE我们把这两段素材导入进去 素材我会放在评论区下方的链接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练习 首先我们把低段拖进去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要找到打的这一瞬间 在这个位置我们Ctrl C Ctrl V复制一条 点击右键 这里有一个时间选项里面有一个冻结针 冻结针的目的是我们要让这一针静止不动 这样好鬼畜 就这个样子 我们再把第二个这一个扔纸的也导入进去 我们看从哪里选择一段吧 从 从这吧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OK 现在我们首先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点击这一个上面的钢笔工具 我们要把这个人给抠出来 钢笔工具呢 是比较精细的 我们就耐着心 一点一点的把人物给抠出来 好了 我们这个人物已经抠出来了 我们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吧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只是把人物单独的部分给抠出来 这个地方 点开这里的蒙版 点开这里的蒙版 我们加一点点的语化 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实 OK 之后 就是需要我们制作的地方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给它加一个这样的路径 点击这里的变换选项 点击这里的变换选项 然后呢 我们 给它点一个位置 缩放 旋转 怎么会拖一点点 我们先把最后一层关掉 拖一点点 然后缩放 是缩放为0 然后旋转 让它旋转个极度 我们看一下 可以让它旋转再多一点 对 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其实还是挺鬼畜的 我们看一看不加效果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其实稍微有一点那个意思了 但是明显的我们这个人 怎么还有自己鬼畜自己的感觉好奇怪 我们这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到一个非常好用的效果 在AE的右边这个效果里面 我们要搜索一个叫 团流置换 团流置换 这个是默认的 不需要安装 把团流置换呢 直接拖到我们的这一个顺移前的这个上面去 这个是我们要给它做一个效果 看到自己我又笑了 妈呀 这是什么鬼啊 这是 首先我们把这个数量改成0 改成0之后我们要给它打一个点 都都打上了 都给它打上一个点 然后我们给它往回拖 对啊 说拖到拖到这里吧 它可以让我们的人物变得扭曲 比如说你看这样 把扭曲一点 大小 随便随便调 这是很很很随性的东西 复杂度 复杂度拉高一点 演化 演化不适合拉的太高 复杂度可以稍微拉的高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稍微好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物啊 这个变形变得不够 我们看尝试一下 有没有办法把他的 这个感觉给 好像也不太好 我们再看一遍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根据他的这一个 湍流置换的这个复杂程度 我们我觉得还是不行 还是太那个了 我看这样会不会效果稍微好一点 再调一调 再调一调 这样调像这样会有什么效果 调像我们感觉更鬼畜了 不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把湍流置换的效果 这些 他因为重复打了好多的点 我们要把它删掉 我们重新再给他打一个点吧 到这里为止 还是 数量 大小 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复杂程度 调整一下 好 我们就以这一个为基准 他现在虽然说有这个缩回去的感觉 但是 没有动感 没有动感非常简单 我们要给他加一个动态模糊 效果里面搜索 RSMB RSMB Pro 这个插件我在以前都有给大家讲过 然后大家如果不会安装的话 可以去 网上下载一个 如果你不会破解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 就是什么某宝像去看一看 就很便宜 有那种一键安装的 把它拖上去 我们要给他加一个动态模糊在上面 把模糊度给他使劲加强就好了 直接加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给他加一个那个吧 我们给他加一个 打一个点 让他逐渐模糊 首先从零开始 我们首先把这个主背景模糊度 给调成零 然后点击这个 然后比如说到这个地方的位置吧 我们把它加的 模糊一点 加太高了 因为这个RSMB能会让你的画面变起来很 就是会让你的电脑变得很卡 所以说预览的时候 让他先自己先加载一下 就好 就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完动态模糊之后呢 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方 去把这个东西给给给他给他点上去 这是AE自己带的动态模糊 然后给他加一个双倍的 然后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让他旋转了进去 这样效果就会比刚才的好很多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接下来就要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一定记得要可以